集合市住宅頂樓竄出火車 濃濃黑煙直衝天際 大火燒的猛烈一發不可收拾 火勢一路延燒三間住戶 消防緊急拉水型灌救 消防下雲梯車救火 但外牆磁砖已似耐不住高溫 不停掉落就像在下磁砖雨 狂雜停在路邊的進口轎車和休旅車 下面狂下磁砖雨 上面燒得猛烈 消防出動10車19人搶救 火在當下家中只有72歲老屋主 他用盡全身力氣 背起92歲老媽媽狂奔逃生 從國際把你們路上撲下來就對了 是嗎 我們都七六沒來的 我們電腦已經當緊接電腦了 還好兩個人都沒有受傷 92歲白髮老媽媽坐在輪椅上 還驚魂未盡 整頸活盡最後經過半小時才撲滅 燃燒面積大約15平方公尺 我是極命正在做一些殘火處理當中 初不了解火苗疑似從書房開始竄出 一路延燒所幸沒有人傷亡 有經無險但其中最無辜的 恐怕是殘遭磁砖雨波及的轎車和休旅車 解量兵公益的謝雲甄雲林採訪報導